一年有超过17000人被宣告得跟他共存 大肠癌连续14年高居十大癌症发生率首位 一旦确诊马上手术切多一点就没错吗 国内首屈一指的大肠癌手术权威 要你千万别陷入迷思 他们病患或是教室都问我说 你尽量把我的长断切除长一些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干净错 在我们一个肿瘤的一个外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并不是说你肠道切得多 这代表干净 因为基本上我们要把 有可能感染到的这些淋巴线 做一个扩行手术 肿瘤长的位置差 是不是一定得做人工肛门 复发率高不高 全跟开刀的治疗策略息息相关 那随着医疗技术 还有一些器械的一些发展 我们为了要保有你的器官 为了保有你好的一些功能 我们可能会有所谓的 新式的辅助性治疗 再还没有推行这样子的一个电疗 这放射性治疗的话 就十个中低位的一个直肠癌 去手术治疗的话 大概有三个日后会在原先的地方复发 那经过我们所谓的这种 新式的辅助性的一个 放射性化学药物治疗 那这种情况的话 就会减少到不到三人 化疗角色格外重要 这两年来疫情也悄悄改变了大肠癌的化疗模式 化疗的模式大部分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 为期三天两夜的化学药物的治疗 大家知道从20年的2月 新冠肺炎严峻开始 有些病人或是家属 对于说要住院进行治疗 他们会有一些畏惧感 最近我个人大概有几十例的这些病例 我就是虽然要化疗 那我采取化疗的方式就是来医院打个针 因为本来就得要来医院 但是呢 第一个你不需要留在医院做治疗 那第二个我只要给你口服的化疗药物 不需要说带个奶瓶回家 因为带个奶瓶回家 你后续还是要回到医院来拔针 这我想因为随着时代的眼镜 随着这个进步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好的一个创新与突破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同时选择最恰当的开刀策略 大肠癌存活率远高 汇流新闻网Cnews 嘉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